东奥快在线的各位学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接着讲13章相关内容 我们接着来看应对5B风险的第三块的措施 那针对什么呢 针对管理层零驾的这块的风险 我们如何来应对 应对的程序有三项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我们在讲针对管理层零驾 于控制上的风险市的审计程序之前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管理层零驾于控制上的风险 这块内容呢 是给大家补充的无需掌握 不是我们教材当中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管理层零驾呢 它是指管理层出于不合理的目的 而不遵守既定政策或程序的行为 你看 它想舞弊 它想粉饰报表 它想操纵利润 然后就不遵守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为什么它能够不遵守 很简单 管理层零驾于内控制上 意味着管理层利用所处的地位 拥有的权力跟手段 无视规章制度的存在 越过内控制度导致内控失效 关键就在于 管理层它属于我们整个企业金字塔的顶端 你看我们这张图 管理层一般指的是我们的总经理呀 财务总监呀 总会计师呀 这一类的 对吧 那这一块呢 管理层它主要是注重我们的经营管理运营的 好 它主要负责这一块 而我们的股东大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董事会 监事会 这一块呢 它们是治理层 它们是侧重于监督的 管理层负责经营 然后治理层负责监督 你看管理层和治理层 整体来说在我们整个企业 它处于金字塔的顶端 它手中拥有大量的权力 而且它的地位非常之高 所以它就可以利用它的地位 它的权力 然后凌驾于内控制上 使这些规章制度失效 那接着我们看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冲突 很多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高度冲突 然后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监督机制有缺失 缺少必要的措施来约束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说到底 缺少监督 我们治理层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然后呢 它的治理结构不完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特点 首先第一点是普遍性 由于我们内部控制的制度 主要由管理层设计 实施和维护 因此无论的企业类型如何 它总是时刻面临着管理层 临在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 这是它的地位所决定的 对吧 因为它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它设计的 它维护的 它来考核的 所以它想凌驾于内控制上 是非常容易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点 易导致财务舞弊的发生 当凌驾于内部控制上的机会 与达成财务目标的强烈愿望 结合在一起时 高管就特别容易卷入到 我们财报的舞弊案件当中 因为很简单 你看管理层 它每年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核 对吧 它为了能够达成它的目标 能够完成它的业绩 为了能够拿到年薪 那这时候 往往就会利用它手中的权力 凌驾于内控制上 然后做舞弊 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舞弊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管理层的 第二类是雇员的 雇员相关的舞弊 主要是集中在请占资产 如拿回扣啊 多报销呀 贪物挪用公款啊 请占公司的财务呀 主要跟请占资产有关 但是管理层的零价啊 它和我们的报表 舞弊这块更相关 当然也可能会有 我们请占资产的这种情况 但是和我们报表 舞弊更相关 因为我们审计 主要是关注这一块 所以我们对管理层 零价于内控制上 这样的风险 我们就非常的走势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内容啊 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管理层 零价于控制上的风险 它的来源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好 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下 什么是管理层零价 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 下面呢 我们就正式讲 我们如何针对管理层零价 于控制上的风险 实施相关的程序 在讲实施相关程序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 管理层零价于 内控制上的常用手段 我们只有知道 它的常用手段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 拿出一些程序来应对 首先第一块和什么相关呢 和会计分路相关 如做出虚假的会计分路 特别是在零尽快 寂寞时从而操纵 精神果或实现其他的目的 你看 在我们关葬的时候 做一些特别的调整分路 来调节利润 对吧 这是我们管理层零价 常用的一种手段 第二在财务报表当中漏迹 提前或推迟确认 报告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对我们的这种负债类的 成本类的往往容易漏迹 隐瞒 而对我们的收入 如果它收入指标没完成 很可能就会提前确认 那第三 遗漏掩盖歪区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要求的披露 或未实现供应反应所需的披露 因为这个披露出去了 对这家公司它是不利的 那又对管理层 它达成自己的目标是不利的 所以它就做披露 好 第四 隐瞒可能影响财务报表金额的事实 由于它会影响到我们财务报表的利润 会减少我们的利润 如有这种大额的减值准备啊 存货低价准备啊之类的 对吧 本来应该计题 但是它却不计题 因为一旦计题的话 它的利润就会大幅的下降 那对这类的事实往往会隐瞒 好 这些呢 跟我们会计分录相关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要通用会计分录体现出来 那会计分录实际上就是咱们会计的语言 对吧 那它具体是怎么表现呢 具体就是记账凭证 做过财务工作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记账凭证上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分录 对吧 那记账凭证后面才负责什么发票呀 什么采购单呀 什么合同之类的原始凭证 所以会计分录主要就体现在我们的记账凭证上 好 接着 第二大类和会计估计相关 不恰当的调整 对账户预约做出的估计使用的假设和判断 因为估计它天生带有多个结果 它天生带有不确定性对吧 由于它有这样的天然特性 所以管理层就很容易用会计估计来舞弊来造假 它把它的假设稍微调一下 然后就能得出对它更有利的结果 你看我们现在可能有五种假设 那最后一种假设可能得出的值是200 好 第一种假设可能得出的值是800 它现在呢特别特别缺利润 它很可能就会用第一种方式 这样对它的结果更有利 好 这是跟我们会计估计相关 接着呢我们看和重大的异常交易相关 它构造复杂的交易 以歪曲财务的状况或经营成果 那这一点呢在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 上市公司表现是特别明显 他们那部的关联方特别的多 七大姑八大鱼几百家 然后呢他们往往是特别复杂的交易 你对我 他对他 然后他在对他 他在对他 他在对他 最后再对他 你看绕来绕去又绕一大圈 那最终达到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操纵利润 是报表 好 第七 篡改于重大或异常交易相关的记录或条款 而他把重大交易相关的这些记录条款 都往对他自己有利的方向去篡改 那这都跟我们的重大交易有关 好 我们现在呢 了解了管理层常用的零价的手段 一共是七条 这七条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由于我们知道了 他主要是通过这些手段来进行零价 因此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这一块来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那我们在提出应对措施之前呢 我们还要注意看一下 管理层零价与控制上的风险 注意属于特别风险 这点要注意啊 它属于特别风险 我们在前面讲特别风险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过 管理层零价 股并 操纵关交 那直接定性就是特别风险 需不需要评估 需不需要考量 注意啊 根不需要评估 也不需要考量 那接着我们来看 注意事项 由于管理层在被省单位的地位非常高 管理层零价与控制上的风险 在所有的被省单位都可能存在 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啊 没有什么例外 所有单位都可能存在 就是因为它特殊的地位所决定 它是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注意事项 我们来看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我们财务信息做出虚假报告 通常与管理层零价与控制上有关 这叫通常 也就是说 大多数都和管理层零 零价与控制上有关 由于我们 这种舞弊 大多数和管理层零价与控制上有关 所以我们准则明确要求 无论对管理层零价与控制上的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 注册会计师都应当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我们必须要做相应的审计程序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管理层零价与内控制上 属于特别风险 我们注册会计师 人应当实施审计程序 那应该实施什么样的程序呢 注意有三项程序 这三个程序需要记一下 第一个就是测试会计分路及调整 第二是符合会计估计的偏向 第三是评价操纵交易 看它有没有这种合理的理由 下面呢 我们来看我们第一个程序 测试日常会计核算过程中 做次数会计分路 以及编制财务报表过程中 做出的其他调整是否适当 那我们第一个审计程序 重点就是测试会计分路及调整 由于5B导致的财务报表 重大挫暴通常涉及通过做出不恰当 或者未经授权的会计分路 对财务报告过程进行操纵 这是它的原因 它还想要操纵利润 要想粉丝报表 往往就要做出一些不恰当的 或者压根没经过什么授权的会计分路 对吧 因此我们要设计实施审计程序 以测试日常会计核算中 做出的会计分路 以及编制财务报表过程中 做出的其他调整是否适当 我们对这些会计分路 也就是记账凭证 我们都要测一下 那接着我们看 我们具体怎么来做呢 做次会计是应当 第一向参与财务报告过程的人员 询问与处理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相关不恰当 或异常的活动 我们问问 你们在结账的过程当中 或平时做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呀 我们可以问一下 那说到这呢 我就想起了 我们美国的 事迹通信财务造假案 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它是被他们的内审人员发现的 那内审人员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他看到了一条 异常的报道 美国事迹通信的下属一家子公司 有一个财务人员 因为对比异常的固定资产的处理 提出了异议 于是呢就被解雇了 好这条新闻上了当地的一个报纸 而我们的内审人员 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就觉得很奇怪 哎你看固定资产处理 我们这个财务人员提出异议 他就直接被解雇了 为什么能直接被解雇呢 因此他就联系了这个被解雇的人员 去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疑问 吓一跳 原来世纪通信呢 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来操纵报表 好给大家讲一下 世纪通信啊 美国的世纪通信 其实就有点类似咱们中国的 电信啊 连通啊 移动啊 这样的运营商 由于世纪通信呢 是美国一个比较大的运营商 他呢 前期呢是 大量的扩张 用户群呢 急速的扩大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不可能一个人 用上八个手机号 对不对 也不可能家里 装上他十条款待 他不是一个快销品 当我们手机号 已经办好了 一般不会轻易换 家里的电话办好了 也不会轻易换 对不对 所以 他前期扩张的时候呢 这个收入增长很快 然后业绩非常好 但是后期的时候就不行了 而且当时美国的经济 也处于一个下行的周期 所以 他的这种利润 开始大幅下滑 而为了满足华尔街的一个 对他的预期 因为他们是上市公司嘛 要想让他股价 一直往上走 所以说呢 他们的财务总监 他们的总经理 都 伙同进行舞弊 他们舞弊的一个 重要的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 由于世纪通信 像其他的通信公司 租用了大量的这种线路 大家知道 我们打电话 或者说 我们家里的电话也好 手机的电话也好 能够打通 实际上是有相应的 一个线路的 对吗 那对于这种通信公司来说 这个线路成本 就是他的一个营业成本 是很大的一个营业成本 世纪通信呢 租用了很多 这样的线路 但是由于后期 用户越来越少 然后这数量往下 下滑 并且需求开始降低 所以他租用这块的线路成本 举高不下 收入都覆盖不了这块的成本 但是呢 他和其他公司的这种 租用的合同的时间又比较长 所以没办法退租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你看举个例子 假如说 他们公司的这个收入 是一个亿 按照当时的情形 一个亿 但是呢 他租用的成本 已经达到了1.5个亿 他为什么会租这么多的线路呢 就是基于 他觉得他们的用户群 会不断的扩大 所以提前租用了 你看 由于他的成本是1.5个亿 然后呢 他的收入只有一个亿 这收入还在不断的下滑 那这时候就明显亏损了 对吗 但是他为了满足华尔街的预期 于是呢 他就把这块的线路成本 调整到固定资产当中去了 那他调整的时候 是怎么调的呢 所以他调整的时候 就是由他们的财务总监 直接打电话 下发指令 让各个地方的分公司 财务人员 在月底结账的时候 直接一笔分路寄进去 怎么寄这笔分路 也就是借固定资产 然后带线路成本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 他直接把相当于 营业成本 这个线路成本 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营业成本 直接把营业成本 转到固定资产当中去了 而他底下一个分公司的 这个财务人员一看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分路呀 这分路很奇怪呀 为什么要把成本给冲了呀 对吧 成本这么转到固定资产当中去了 这个财务人员提出异议 然后直接就被开了 好 内省人员看到这么条信息以后 你觉得有问题呀 一问就问出了这个 今天的务必案啊 所以我们要去问一下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什么 不恰当的一些处理呀 不符合我们会计准则 规定的一些处理呀 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活动呀 这要问 第二 选择在报告期末做出的 会计分路和其他的挑战 这点要注意 我们要对报告期末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要格外格外的关注 那接着是考虑是否有必要测试 整个会计期间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 这里要注意啊 注意看 我们对报告期末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是一定要选择的 是应当选择的 但是整个会计期间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呢 是考虑是否有必要 也就是可以测也可以不测 那这块一定要记下 期末的分路和调整必须测 然后整个期间的分路和调整 考虑测 也就是前者是应当 后者是可以 这点要注意啊 这是以前年度主观体考过的 好 那接着呢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底层逻辑 为什么分路要这样进行选择呢 因为他们的固有风险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的分路 实际上分为这三大位 第一种是标准的分路 第二种是非标准的会计分路 第三是其他调整 那所谓的标准会计分路 那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核算用的 它往往是通过系统自动生成的 没有什么风险 好 它的固有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那第二类非标准分路呢 那这种往往是日常经营活动之外的 还有一些异常的特殊事项相关的 如我们的打额减制准备的计题啊 还有我们期末的调整啊等等 那这一类的固有风险相对来说就很高 那接着是我们的其他调整 那其他调整是什么呢 是编制合并报表做出的会计分路和抵消分路 通常不作为正式的会计分路 反映的重分类调整等等 你看合并抵消还有重分类调整这类的分路 那其他调整呢 注意它可能不受背景单位内部控制的影响 由于它是不受内控影响的 那往往它的风险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第二类非标准的分路 第三类其他调整 那么这两类注意啊 它们的风险是很高的 那么对这样风险很高的 我们一定要考虑测试它 而且你看我们准则明确规定 在报告期末的会计分路和其他调整 是应当选择的 是必须要选 为什么呀 因为管理层它迫于经营的压力 迫于它要达成业绩 迫于它要拿到年薪 往往容易在期末做出这样的务必的行为 那期末要结账要关账对吧 在关账期间 它直接把这种会计分路输进去 这种是比较好操作的 所以对我们那种期末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必须必须要选择 但是整个期间呢 因为整个期间大部分都是这种标准的会计分路 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是常规的会计分路 所以对我们整个期间的会计分路 我们要考虑是否选择 好 这里要注意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教材新增内容 嗯 这块内容呢 大家注意多读 有可能会出客观题 也就是多选题 还有可能会在主观题当中出现 主要是要理解哈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识别和选择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相关的考虑因素 注意又是考虑因素 我们教材当中考虑因素 实在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要全靠死经贝的话 会非常辛苦的 还是要理解哈 那我们来看 在识别和选择宁测试的 会计分路和其他调整时 并针对于选择项目的 知识文件 确定适当的测试方法 那注册会计师 可以考虑相关的因素 一共包括六点 嗯 这里注意 有六点考虑因素哈 第一点是 对由于5B导致的 重大粗暴风险的一个评估 这什么意思 我们来详细看 注册会计师识别出的 5B风险因素 和评估由于5B导致的 重大错风险过程中 获取的其他信息 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 识别需要测试的 特定类别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 你看 就像我前面说的 试剂通信那个案例 他的内审部的人 因为看到了这么一则 行人报道 于是找到了 那个被开除的 被解雇的财务人员 而疑问 原来是 把线路的成本 冲到了我们的 固定产当中 对吧 用这种方式 把他的线路成本 给降下来 然后资本化了 由于我们得知到 这样的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 从系统当中 把这类的分路 和调整 全部调出来 看看他到底 怎么处理的 处理的金额是多大 好 这是第一 第二是 对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 以实施的控制 我们要关注 控制的问题 在注册会计师 已经测试了 这些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前提下 针对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的编制 和过账 所实施的有效控制 可以缩小所需实施的 适应程序的范围 那么这点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 做完了控测试 游泳控测试 完往选取的量 也比较大 我们做完了控测试以后 发现 它内控是运行有效的 既然运行有效 我们就可以少 做一些实施程序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少测一些会计分路 第三 被审计单位的 财务报告过程 以及所能获取证据的 一个性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想去看 在很多卫生单位 会计分路和其他调整的 处理过程 可能同时涉及 人工和自动化的程序 和控制 当新技术 应用于财务报告过程时 会计分路和其他调整 可能仅以电子形式存在 那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到底选择 测多少笔会计分路 也要考虑一下 它到底是人工来操作的 还是我们系统 自动来生成的 如果是人工操作的 可能我们就要测的多一些 如果是系统 自动过障的 那往往我们操作的 就要少一些 为什么呀 你看我们前面给大家说了 我们有三类分路 像我们的标准会计分路 这类会计分路 很多都是啥 日常经营过程当中的分路 那这类往往就是 我们系统自动生成的 它没有太多的问题 我们在做控测试的时候 把它系统的生成逻辑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就OK了 对吧 但是人工如果来生成分路的话 也就是形成我们的 记账平正的话 那么中间这种随意性 主观性 然后可操作性就比较大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让我们就要多测一些 好 第四 虚假会计分路和其他调整的特征 那么第四点 我们要关注特征的问题 不恰当的会计分路 或其他调整 通常具有独特的识别特征 这里注意啊 我们教材专门列举了它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分路 记录到不相关 异常或很少使用的账户 就像我刚才说的 大家想想 怎么能这么冲账呢 把营业成本 调到我们的固定资产当中去了 对吧 那稍微有点财务常识的人都知道 不能这么做账呀 这个账肯定做错了呀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这位财务人员接到的 又是上级的指令 必须要这么做 你不做对不起 直接把你给解雇了 对吧 所以对这种不相关 异常或很少使用的账户 我们一定要关注 那第二 分路由平时不负责 做出会计分路的人员做错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看我们在测 他的会计分路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一笔 晚上12点左右做的分路 一看 是谁做的这笔分路呢 还是他财务总监做的 那就很奇怪了 对吧 那财务总监怎么会 亲自下场来做会计分路呢 对吗 所以这种 我们要把它筛选出来 就好好的测试一下 看看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 那第三 分路在期末或结账过程中编织的 且没有或很少的解释 或者描述 这种分路是关账的时候做的 或者说在我们期末的时候做的 并且什么说明都没有 后面有没有相关的原始评 也没有 就是一笔调整分路 啥都没有 干干净净的 那么这种我们要把它筛选出来 接着是分路在编制财务报表之前 或编制过程中编制 且没有账户的编号 按正常来说 你看我们做分路的时候 借方和代方都有相应的一个科目 对不对 然后我们往里输 但是呢 现在却没有 没有相应的编号 它就是临时生成的 对这类我们也要关注 接着第五 分路金额为约整数或者为数一致 它的金额全都是整数 如99,900 差一点 是个大的数字 就差那么一点 对吧 那么对于这类的文物我们要关注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个考虑因素 账户的性质和复杂程度 不恰当的会计分路或其他调整 可能体现在以下的账户当中 我们来看有哪些账户 包含复杂或新增异常交易的账户 注意它是复杂的 或者异常的 那么这类往往容易藏污纳购 往往容易舞弊 所以对这类的账户我们要关注 接着是包含重大估计或期末调整的账户 那这个估计是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容易被我们管理层拿来滥用 对吧 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估计 还有这种期末的调整也是这样 因为很多调整都是人工的调整 所以也容易用来操纵利润 来粉饰报表 这类的账户我们都要关注 接着是过去易于发生错报的账户 有前科 以前就容易出问题 接着第四 未及时调节的账户 或含有尚未调节差异的账户 注意 他本身就有差异 就有问题 还没有处理 那这账户我们要关注 第五 包含集团内部不同公司之间交易的账户 这就是在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容易出现的问题 内部的子公司之间的总交易特别的频繁 而且非常的复杂 赚了很大一个圈 你和我交叉 他和他交叉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往往通过总复杂的交易 来掩盖他5B的真相 接着是 其他虽不具备上述特征 但是已识别 由于5B导致的重大错暴风险相关的账户 我们已经识别出了有5B的风险 这一账户我们要关注 在审计拥有多个经营地点或组成部分 被审计单位时注册会计师 需要考虑从不同的地点选取会计分路 进测试 那么这又讲到了另外一点 如果 派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子公司分公司 那我们注意 选的时候各种情况各个地点都要照顾到 而我们不能光选一个地方的子公司 它相关的分路进行测试 而是各个地方都要考虑一下 好 这是关于我们账户的性质和复杂程度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六个因素 在常规业务流程之外处理的 会计分路或其他调整 你看 这都不是我们正常的日常经营 而是在我们常规之外的 那针对非标准分路实施的控制的水平 和针对为记录日常交易所编制的分路 实施的控制水平可能是不同的 我们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像我们的第三种其他调整 这个分路它往往是不受 我们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影响 由于它没有约束 没有监督 那特别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它筛选出来 好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识别和选择会计分路和其他调整 六个考虑因素 这六个考虑因素呢 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内容 那我们第十三章新增内容还是不少的 这块内容注意多读 不需要大家死经备 只要你多读能够理解 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 如果有多选题出现了 你要能够选出来 如果主观题当中出现了 你要能够知道 这是我们往往要选出来测试的会计分路 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来看我们应对的第二个程序 符合会计估计是否存在偏向 并评价这种偏向的环境 是否表明存在 无比导致的重大负责 我们在以前就一再给大家说 会计估计它的天然特性导致 结果带有不确定性 可能有多个结果 对吧 像其他的一般都是 钉子钉毛是吗 而我们的会计估计是可定 不仅是可定 可能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有六种可能 甚至更多 对吧 由于它天生带有不确定性 所以 它特别容易成为 我们管理层 操纵利润 粉饰爆表的一种手段 那我们对此也要高度的警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应对 在符合会计估计 是否存在偏向时 作策会计是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要评价管理层 在做出会计估计 所做的判断和决策 是否反映出管理层的某种偏向 从而可能表明 存在由于5B导致的重大负责风险 如果存在偏向 作策会计是应当从整体上 重新评价会计估计 那这点什么意思 你看 由于我说 我们会计估计 它天生带有不确定性 天生可能有多个结果 那管理层 它在估计的时候 全部都选择 对它有利的这种估计 假如说 现在我们被审单位 它的营业的状况 不太理想 营业利润在大幅的下滑 而且它又是一个上市公司 对吧 那股民会用脚来投票的 他也不希望 他的股价下跌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上 还有自己公司大量的股票 而现在还不能减持 还没到减持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他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他股价 拉到他能够减持的时间 等他减持完了 股价再跌 不影响他的核心力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管理层就很容易 来操纵我们的财务报表 你看 假如我们被审单位 现在有六个地方 有六个项目 需要做估计 那么他在做估计的时候 全部都是往拉高利润的方向去估计 所以六个无一例外 全都是往拉高利润的方向去估计 那这样的话 很明显是带有偏向 对不对 很明显通过这种方式来 操纵我们的利润 来粉饰我们的报表 如果我第一个估计 我多估计上他一百万 第二个 我多估计上他两百万 第三个我又多估计多少 那么六个下来 我就多估计了将近两千万 你看通过这样的手段 我不怎么费很大的力气 对吧 我也不用像其他的一些舞弊 我要造什么销售单 订购单 什么发票 什么银行的进账单 合同 我要造一大堆的资料 我还要考虑我的现金流 怎么样配合 我还要找关联方来配合我 要费很大的力气 对不对 而用这种会计估计的方法来造假 就是我把数字稍微改改 玩玩数字游戏就OK了 你看我就这样一改 两千万的利润到手了 一下由原来利润大幅下滑 变成了利润和原来是一样的 那这样在一个资本市场上 就交出了一份特别漂亮的答卷 它的股价就能维持在现有的高的水平 这样就不会损害我们管理层的利益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评价 管理层它做的估计 是不是带有偏向的 如果存在偏向 那么注册会计是应当从整整体上 重新评价会计估计 如果我们发现了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 把它所涉及的各个估计 全部都过一遍 往往可能各个估计 都是往它有利的方向去估计的 第二 追溯符合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反映的 重大会计估计相关的管理层的 判断和假设 这什么意思 那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江山可改 本性难移 对吧 那我们的历史是不断在前进的 每个年度上演的故事可能不同 但是人性从来没有改变 对吗 由于人性没变 由于我们足利的这种特征没有变 所以管理层一旦藏到了 用滥用会计估计这种手法 来粉饰报表 来操纵利润 这种甜头之后 他肯定会不断的用 因为他所花费的成本最小 所花费的时间又最少 那用这种舞弊 还神不知鬼不觉 对吧 让注册会计这还很难查 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溯符合一下 他以前年度和重大的会计估计 这一块的判断和假设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以前年度 也用作用手法来舞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美国证券史上 一个非常著名的造假案 叫南方保健 那他主要的造假手法是什么 就是滥用会计估计行 从1997年开始 发展走入瓶颈的南方保健 开始对我们的会计账务进行造假 看 基本上都是 业务受限 发展走入瓶颈 然后收入下滑 外部的竞争压力特别大 红海的市场 往往在这种外部环境之下 就很容易造假 这是不是和我们前面的5B3因素 契合在一起了 对吧 好 这是压力的因素 那接着 操纵金人利润和资产负债表 在斯克鲁西的领导下 南方保健的高管人员每个季度末都要开会商讨会计造假事业 所以他所有的高管人员都一起来造假 他们亲切的称这种独特的会议为家庭会议 看到了吗 每期明月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于惠则被尊称为家庭成员 看这名字起得多好听啊 经过调查 南方保健的造假手法浮出水面 它使用最主要的造假手段是契约调整 什么是契约调整呢 契约调整是一个收入背底账户 用于估算南方保健向病人投保的医疗保险机构开出的账单 和预计将要支付的账款之间的差额 营业收入总额减去契约调整的接方余额 作为营业收入的净额反映着南方保健的收益表上 那么其实这一点有点像什么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应收账款的背底科目 那不就是坏账准备对不对 我们在财务保白烈士的时候 一定是背底完之后的一个净额 好 类似于这种情形 由于契约调整是一个需要大量估计和判断的账户 注意 需要大量估计和判断 那就用到了会计估计对吧 南方保健便利用这一个特点 通过毫无根据的代计契约调整的账户 许增收入 毫无根据的 那我的目标就是 怎么能把我的收入拉高呢 现在需要拉高50个亿 是吧 那行 那我就马上代计50个亿出来 好 有什么经济活动来支撑吗 有什么凭证来支撑吗 没有 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股价的要求 为了迎合华尔街的需要 那为了不使趋增的收入露出破绽 南方保健又专门设立了对应的AP汇总账户 用于记录与区业调整相对应的资产增加额 看到吗 这是配合的造假手法 在五年当中 南方保健通过凭空代计区业调整的手法 虚构了近25亿美元的利润总账 吓人吧 所以 会计估计的滥用 这种手法是不是成本非常之低 而且建销特别的快 它不像其他的舞弊 它要费很多的力气对吧 这个不需要 就是玩个数字游戏 那马上就实现了 所以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才会对会计估计是如此的重视 那虚构金额为实际利润的247倍 吓人吧 这是美国证券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造假 不要觉得我们中国的 这个股市那些上市公司的造假 一个比一个吓人 一个比一个大力引进对吧 那美国一样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是人 美国人也是人啊 人性是相通的呀 对吧 人性有散的一面 有恶的一面 恶的一面有什么贪婪 虚伪 这体现的是灵力尽致 对不对 我们接着看 虚赠的资产15个亿美元 为演示快据造假 南方保健动用了几乎整个高管层 共同对付外部审计 我看到 他们同心同德对付我们审计机构 南方保健的快据人员 对审计机构审查各个报表科目所用的重要性水平 了如指账 看到这儿 你会觉得很好玩啊 你看 我们一在 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给大家说 那我们和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接触的时候 会跟他讲 我们会使用重要性的概念 来精神计 那能不能告诉他重要性的水平 我们对你的收入用的是1000万 这个重要性水平 然后对你的这个存货用的是700万 我们对你的其他的用的是200万 能不能告诉 你把这个告诉了不就等于把底牌告诉吗 你看啊 他们对各个报表科目所用的重要性水平 了如指账 并千方百计的造假金额化整为零 为啥 避免超过我们的重要性啊 一旦超过重要性 我们的助手快递是肯定要盯着了 对不对 确保造假的金额 不超过外部审计机构确定的警戒线 那重要性水平不不就是警戒线吗 对吧 一旦超过了 那肯定要报警的呀 我们要处理的呀 所以 他前方百计的和我们讨清楚 然后对各个科目的重要性水平 是了如指掌 该分解的全部分解 确保一定不能触发警戒线 看到了吗 厉害吗 所以看了这些案例以后才知道 我们的审计准则为什么那么规定 为什么考试都是一再考 你可以和我们的高管去沟通 重要性的概念 但决定不能把底牌漏给他 而我们在实施审计程序的时候 那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不可遇见性 一定不要让对方摸到我们的套路 一定不能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底牌 否则肯定演习给我们看呀 我们就很难查出舞弊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案例蛮有意思的 你看 直接用会计估计这么一个手法 虚增了多少 虚增了25亿美元的利润呀 下面 我们来看第三个程序 第三个程序什么呢 对于超出被审计单位 正常经过程的重大交易 或者基于对被审计单位 环境等方面情况了解 以及在审计过程中 获取其他信息 而显得异常的重大交易 评价其商业理由 这里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判到一些交易 它是非常规性的交易 如超出了被审计单位 正常的经过程 而且金额还很大 就像我以前给大家举的例子 我们以前年度考了真题 它是一家游戏网站 那游戏网站竟然 销售了大量的奶粉 这正常吗 大家想 它不是母音网站 母音网站的卖奶粉 非常正常 游戏网站怎么会卖奶粉呢 那八干都打不着呀 对吧 那这种就是啥 超出了它正常的经营过程 对吧 而卖奶粉的经营有极其的大 那这就是重大的 所以对这样的交易 你就一定要评价 它的商业理由 它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交易呢 好 试出反常必有要 我们一定要刨根问底 接着以下迹象可能表明 被审计单位 从事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 重大交易 或虽然未超出正常经营过程 但显得异常的重大交易 那我们教材专门 让大家关注 如果出现了以下的特征 你就要注意 它就是超出正常过程的 重大交易 或者异常的重大交易 那第一 交易的形式显得过于的复杂 这种往往和这种 大型的企业集团相关 那交易涉及集团内部多个实体 或设计多个非关联的第三方 它为什么会这么复杂 就像我前面给大家画的图 它内部的关联方一大堆 你套我 我套你的 它这笔交易呢 从这倒到这 再从这倒到这 再从这倒到这 接着倒到这 再倒到这 再倒到这 最后再倒回去 你看绕了一大圈 对吧 特别的复杂 让你要是不从整体看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你最后看的时候 你又看到的是 它对它的交易 这是A对B的交易 A B C D E F G H 那我们如果单独审计A公司的话 我们就看了 它是A公司对B公司的交易 然后呢 H公司对A公司的交易 对吧 但实际上 你要从他们集团整体来看 你却发现是这样一个链条 赚了一大千 最后还是回到A公司 是不是 所以对于这种特别复杂的交易 你往往要想想 是不是和5B相关 你一定要评价一下 它的商业理由 它这么做 它目的到底是什么 它的罪文之一到底在哪里 第二 管理层位于 治理层就此类交易的性质 和会计处理进行讨论 且缺乏充分的记录 那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的管理层 它主要是负责经营管理的 而治理层呢 主要负责监督的 对吧 对这种复杂的交易 它根本没有和治理层通气 而且也没有充分的记录 只是把它做完就完了 那尽量资料留的少一点 痕迹浅一点 因为是假的呀 如果留的资料特别多 然后这种痕迹特明显的话 那一查不就查出来了吗 第三 管理层更强调采用某种 特定会计处理的需要 而不是交易的经济实质 你看我们一再强调 我们会计实际上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如实如是的进行记录 对吧 像一个照相机或摄像机发生了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那我们就怎么样来进行反应 这是我们会计处理的一个原则 但是现在呢 他根本不考虑什么经济活动 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而是我就要这样处理 因为这样处理以后 我的利润可以增加一千万 可以增加两千万 很显然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舞弊 来操纵利润 第四 对于涉及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 治理层未进行适当的审核或者批准 对于这种 你看没有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 跟他做交易 这种交易呢 又没有得到监督层的审核批准 为什么这么做 不就是想来舞弊吗 想来造假吗 接着第五 交易涉及以往未识别出的关联方 或涉及在没有被审单位帮助的情况下 不具备物质基础 或财务能力完成交易的第三方 那这块什么 隐性的关联方 没有告诉我们它是关联方 然后A和刚才我们看到的H 他们俩交易了 对不对 A和B A和H交易了 从他给我的提供的关联方清单来看 那他们都不属于关联方 实质呢 他们完全是关联方 好这是第一种 通过关联方的形式来舞弊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A公司和B公司进行交易 B公司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种小公司 A和B的交易金额达到8000万 结果我们一起查 一去查B公司的公商登记的相关的资料 发现我们B公司的注册资本才10万 同学们你们相信吗 我们一个小蚂蚁能不能吃下大象啊 你看他的注册资本才10万 能不能吃下8000万的一个交易啊 这完全不符合他的体量嘛 对不对 那不就是一个小蚂蚁吃大象吗 对这种小蚂蚁吃大象的行为 我们一定要关注 往往也是和舞弊相关 并且还有很多是这种情况啊 你看啊 这都是惯用一些手段 这一家小公司 这个小蚂蚁呢 是22年的10月份注册的 22年10月份注册的 注意注册资金是10万 然后在22年的12月份 我们的假公司就和他发生了8000万的交易 你觉得正常吗 你看刚注册完就和他发生8000万的交易 而且和我们这个新注册公司的体量 是严重不匹配 这种往往都是舞弊惯用的一些说法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都一定要关注 那就是我们的舞弊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咬文嚼字 有三分 管理层为什么要临驾 他们临驾有什么特点 嗯 管理层 注意 由于他处于金字塔的顶端 企业的规章制度 各种内控 措施 都是他制定的 他设计 他维护 他考核的 对吧 由于他地位的这种特殊性 所以决定呢 他临驾是非常容易的 这是第一 第二 管理层往往又面临着极大的 金额压力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都有这种压力 一旦压力爆表的时候 他就特别容易停而走险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管理层的领驾 好 接着 为什么无论对管理层领驾 于控制上的风险的评估结果如何 注册快递师都应当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 注意 不管你评估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由于这是我们管理层特殊的地位 导致的一种天然的风险 所以你必须要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也就是说我们注册快递师必须要提高警惕 千万不可以 马匹大意 好 第三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期末的风险和其他调整 因为期末往往是一个舞弊的高发期 那舞弊往往是集中在这个阶段 所以这块是一定一定要选择的 我们打蛇要打七寸嘛 擒子要擒王嘛 那期末的快递风险和调整就是七寸呀 第四 为什么要评价快递风险是否偏向 我们前面专门看了一个案例哈 你看 通过一个调整 然后就需增出25亿美元的一个利润 这都容易呀 如果要通过别的方式造假 那会老鼻子进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评价 他的会计估计有没有偏向 有没有通过会计估计这种手段来造假 来舞弊 第五 为什么要评价操纵交易的商业理由 操纵交易 往往也和什么 和舞弊相关呀 你看他超出了正常经过 一个游戏网站竟然卖奶粉 卖的经额还特别大 对吧 说得过去吗 有正常的商业理由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舞弊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评价他的商业理由 看一下这种操纵交易是否站住脚 是否经得起推敲 如果站不住脚 经不起推敲的话 那就是舞弊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真题 2018年真题 为应对管理层零驾于控制上的风险 下列审计程序中 注册会计是应当在所有的审计有中实施有 嗯 我们来看 应该是什么 符合会计估计是否存在偏向 这个要做吗 必须做啊 然后对报告期末做出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实施测试 这个也是必须的 注意啊 他说是应当 如果我们这道题改一下 对我们整个期间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 那就不是应当了 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期末是一定一定要选择的 好 C 对关联方交易和余额实施 罕证程序 这个是必须的吗 注意就不适当 因为你看这道题是 做出会计是应当在所有审计有中实施的 比如说必须做 不论哪个验文都必须做 那对关联方交易和余额 一定要做罕证程序 不一定 因为你看我们的应收账款 如果它不重要 或者无效 两个满足期 我们就可以不做罕证 所以C不是啊 那接着D 对应应收入实施 实质性的分析程序 那这个对吗 对我们应应收入 做实际分析程序 并不是一个B选项 因为它是可选项 这里要注意啊 你看我们的分析程序 两头是必须做的 风险评估阶段必须做 然后我们的符合阶段必须做 中间实际程序阶段 可做可不做 而我们的D说 对营业收入实施 实际分析程序 注意错了 不是必须做 这道题粗得蛮经典的啊 我把这道题给大家改一下 如果把这些营业收入 实施分析程序 这个就一定要做了 因为如果我对营业收入 做分析评估的时候 要不要做 肯定要做呀 对吧 做你符合的时候 要不要做 还是要做的呀 所以这种注意 我们这道题正确的 就应该选A和B 好 我们在做这个题的时候 要注意掌握它的实质 因为这道题是有0的综合性了 我们的A和B 是13章相关内容 然后我们的C呢 是第三章的内容 那我们的D 也是第三章的内容 注意一定在理解的 基础之上经济 碰到这种综合性 稍微强一点的提醒 才能够应对 下面我们来看 17年的真题 下列审计程序中 通常不能应对 管理层0价 于控制上的风险的事 好 再道题考的是管理层0价 那管理层0价 我们有三个程序 A 测试会计分路和其他调整 这个能不能应对 可以 那获取有关重大 关联方交易的 管理层书面声明 这个书面声明 我们拿到了 就能够应对吗 注意不能 这个书面声明 就有点类似于 恋人之间写的情书一样的 写的保证书一样的 请问恋人拿到了 这种保证书 真的就能保证 对方对他一辈子不变心吗 真的能爱他一百年 一万年不变吗 不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对啊 接着C 符合会计估计 是否存在偏向 这个是 评价重大非常规交易的 商业理由 这个也是 那你应该选的就是B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三题 2015年整体 下列各项中 属于管理层 通过零价与控制上 实施5B的手段的有 这又是一道多选题 A 不恰当调整会计 估计所依据的假设 这个是不是 是呀 这是一种5B的手段 对吧 所以变更会计政策 这个是不是也是 然后篡改于重大交易 相关的会计计 和相关条款 这个也是 那构造复杂交易 与歪曲财务状况 精神果 这仍然是 那么这道题 ABCD都选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